然后就是刚才咱们玩风刃的时候拿出来的这个王座啊 其实这个是一套第三方出品的红蜘蛛的配件包 就算红蜘蛛它这个是个加免套装吧 其实官方现在啊也有这一套 看过这一套有的朋友们都晓得 这个其实就是MP11当时红蜘蛛里边带的那一套配件包 但是现在官方呢给你用了一个挺麻烦的方式你才能得到 等于是你得集齐了然后得换你还得破坏盒字吗 好像听说挺麻烦的 但是现在第三方这个配件包出来了以后你直接可以扣 而且这一套配件包呢你给新红蜘蛛老红蜘蛛也都能用 它这些连接件挺多的折叠的披风什么的也有 而且这个被惊破天一脚踏碎的王冠也有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备用的连接接头 其实这些我觉得不重要 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王座我觉得不太像当时那个红蜘蛛登基的王座 这个有点像报影号里边的那个威震天大手一挥是吧 那个王座有点像 而且这紫色上面金色的处理 同时这个椅背的造型确实像那个 虽然说有一个红蜘蛛黄冠披风配件包 但是我觉得这个凳子才是本体 应该是换一下那个张嘴的面雕啊 但是手边呢现在也没拿 就这么看个意思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王座会更适合为任天 所以呢这套配件包啊 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弥补 大家想要52加一个皇冠披风 但是现在官方的一个很不好得到 毕丰庞现在给你做出来了 仅此而已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它的主要卖点是后边的这个王座啊 这王座配为任天就不错啊 八江五这边又多了一个新的配件 就是这样的一个配件 这啊 感谢观看